习人和宝玉好了几年,为何一直没怀孕?究竟是宝玉有影集,还是习人不敢?点个订阅不迷路,见识欲经为您讲述不为人知的小故事。 如果你是贾宝玉,会娶薛宝钗,还是林黛玉,宝玉虽然喜欢的是林黛玉,却与习人出世云语情,两人好了几年,为什么习人一直没怀孕,还能全身而退地嫁给明灵蒋玉汉,改变了自己为婢为奴的命运呢? 出世云语,习人是金陵十二差又附册的第二位,她从小家境贫寒,被父母迈入贾府为币,刚入贾府时,她是贾母房里的丫鬟。 由于她性格温顺,细心尽责,贾母就让她去服侍宝玉了,习人原来叫花珍珠,宝玉取路由诗句花气习人之皱暖之意,为她改了花习人替名,习人本就善解人意, 服侍宝玉也是体贴入微,平日里与宝玉的关系也要比其他丫鬟亲厚一些。 俗话说,进水楼台先得月,习人守在宝玉身边,借助宝玉梦游太虚幻境,学会景幻知识的当晚,半推半就与宝玉有了偷视之举。 在贾宝玉出世云与情时,选择了温顺体贴的习人,若是放在其他女子身上,很可能会拒绝, 毕竟贾府的家规严苛,向王夫人的丫鬟金串,只是言语上跟宝玉有点亲密,就被王夫人打了一巴掌,赶出贾府,她在羞愤中投井自荐了。 习人能接受宝玉这样做,是因为她是贾母与了宝玉做通房丫鬟的,所以她觉得自己早晚是宝玉的人,这样做也不算阅历,但金串是王夫人的丫鬟,跟宝玉言语亲密,难免让王夫人觉得她有勾引宝玉的嫌疑。 毕竟府里一大堆丫鬟,难免有几个想飞上枝头,给府中的公子哥当姨娘的,在那个时代。 当姨娘是丫鬟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捷径,将来他们生的孩子也都是公子千金了,习人选择顺从宝玉,其实也是希望将来可以给宝玉当姨娘,改变自己为奴为婢的命运。 何况宝玉对习人也一直很好,一次习人回家探母时,哥哥跟他商量为他熟身嫁人的事,他态度强硬的一口回绝了,习人不在时。 宝玉对他也十分挂念,还不顾身份的跑去习人家里找他,见他哭了,还让他早点跟自己回家,给他留了好吃的。 两人回家后,也是半夜三更还在谈心,此时两人的亲密程度,俨然是一对小夫妻了。 所以,后来秦文与宝玉口角时,才会说出,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,也瞒不过我去,还是林黛玉进来缓和气氛,戏称习人好嫂子。 可见宝玉和习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,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习人在宝玉身边多年,却一直没有怀孕,这是为什么呢? 宝玉是否有影集? 黛玉一句话道破真相,有一次林黛玉在大观园中闲读《西香记》,恰巧宝玉也出来闲逛,两人就一起读了起来。 这也是《红楼梦》中最美的画面之一,《西香记》中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宝黛二人。 宝玉看着身边的黛玉,情不自禁做了一件错事,这也气得黛玉说出了习人一直未孕的真相。 宝黛一起看《西香记》,宝玉情不自禁借话表白,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,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。 要知道,在古代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直接说出口的,这是对女子的冒犯,于是林黛玉也恼怒起来,放下书就要走。 宝玉连忙向林妹妹道歉,费了好大的禁禁才哄好的林黛玉。 黛玉虽然被哄好了,但还是用《西香记》中的话来讽刺了贾宝玉,原来是苗儿不秀,是个银样辣枪头。 这句话就已经很明显了,作者首先用多愁多病身,来带知宝玉并非康健,又借用黛玉之口,隐晦地说出了宝玉的身体问题。 四大家族的每位公子哥都有很多丫头,但是在《红楼梦》里却很少见到他们有后代,这也是曹雪芹为他们的衰落埋下的伏笔,比如贾连府里面凤姐和尤二姐都小产了,贾正和王夫人的大儿子也要折了。 民国府的贾真,贾荣父子生活极其混乱,却一个子嗣都留不下。 也有人认为是习人的身体原因,习人不敢还是身体问题。 有人认为是宝玉在二十九回未躲避突如其来的大雨,翘一宏愿的门好长时间习人才来开门。 宝玉慌乱狼狈中气,得朝习人兜兜狠狠踢了一脚,这一脚直接踢伤了习人子宫,是习人再也无法生育了。 也有人认为,依据灯姑娘说宝玉是没药性的炮仗,以及戴玉说宝玉是银样骂枪头,可以判定是宝玉有不玉的生理案集,所以不能让习人怀孕。 但灯姑娘和戴玉都没有与宝玉偷试过,所以这些说法不足为惧,也没有说到点子上。 倒是宝玉用三个字从侧面说出了习人不能怀孕的原因。 宝玉道,自从太太吩咐了,习人天天晚上想着打发我吃,贾政问道,习人是何人? 王夫人道,是个丫头。贾政道,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,是谁这样刁钻,起这样的名字。 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,便替宝玉掩饰道,是老太太起的。 贾政道,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,一定是宝玉,宝玉见瞒不过,只得起身回道,因素日读诗,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,花起习人之皱暖,因这个丫头姓花,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。 这是宝玉父子关于习人名字的一段对话。 贾政听到习人这个名字时的第一反应,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太刁钻古怪了,怎么会起这么个邪门的名? 按贾政的理解,花习人之习字,大有伤害,背后攻击别人的意思。 宝玉就解释说,取名灵感来源于一句古诗,花起习人之皱暖,他又姓花,就赐给他花习人的名字了。 其实习人之所以一直怀不了孕,秘密就在宝玉给他的花习人这三个字上。 前面说过,曹雪芹有意让习人抽签抽到桃花,目的三层暗示,一是暗示习人脱离宝玉后找到了归属。 嫁给了蒋玉涵,二是暗示习人表面老是稳重,其实他是贾府桃色事件最多的一个通房丫头,与宝玉偷视多次。 第三层意思,曹雪芹通过桃花暗示了习人不怀孕的真正原因,从中医角度来说,桃花是一味中药,本草纲目记载,桃花性走泻下降,力大肠甚快,弱酒服,极耗人阴血,损元气在古代。 像习人这样,被派来服侍宝玉的丫头,对药物的认识有限,只知道服用桃花可以躲胎,却不知道多次使用桃花打胎是非常危险的事,会导致不孕,贾府的规矩是主子通人事后。 为取亲之先,都先放两个人服侍,习人和秦文就是贾母派去服侍宝玉的,他们的主要职责,一是负责宝玉的饮室起居与日常生活,二是担当宝玉的男女人是启蒙老师,所以宝玉对习人提要求很合理,习人才会认为素质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。 仅便如此,义不为月礼,答应于宝玉和欢云语,之所以多次偷视,一直未怀孕,是习人采取了食用桃花的方法成功避孕,但也由此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,导致终身不能怀孕,花习人三字内中大有玄机。 宝玉一语成颤 红楼梦中,女子们都逃不过千红一枯,万言同辈的命运,但习人最后能嫁给明灵蒋玉汉,改变自己未必为奴的命运,已经算是不错的结局了。 所以在看习人一开始选择顺从宝玉,获得王夫人认可后,又刻意疏远宝玉,这就是一个女子在封建礼教下的生存之道吧。 炸装 炸装 炸装